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VR树地,我是你的老朋友宅老师 在前几天,咱们国产VR品牌Pico以及Meta都参加了GDC游戏展会 原本外界普遍预期Pico会在GDC以无限之旅的主题slogan正式宣布Pico是在美国上市 结果最后是无事发生 事后根据Verge的高级编辑秀人的简短消息快报 他表示有一名Pico员工告诉他 由于TikTok本周刚好遭遇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 为了避免在舆论分头火上浇油 所以原本计划在美国发布的Pico4被临时搁置了 无论增加与否,这个原因也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 TikTok上起来是软件就这么草木皆兵了 你这VR一体机可还是个硬件 想象一下,假如Pico4在美国上市了 美国议员在那里问 Pico4会连上我家WiFi吗? 前面的摄像头会看见我家保险箱密码然后传回中国吗? 我带着Pico4的时候会不会让中国远程控制我的大脑 使用VR手柄会不会记录我的身体数据上传到中国 这些问题听上去有些离谱 到时候真实发生的时候只怕会更离谱 今天大家有没有想过Pico在美国之所以没有同步跟欧洲亚洲一起上市 会不会是他们原本就已经考虑到的这一层风险 所以这大半年尽可能把所有会被找查的政策法规 全都已经玩上了个遍 然后到了今天这时间窗口才选择发布 不然我找不到什么理由 能让他们在最大的VR市场延迟这么久才上市 结果却刚好遇到了对TikTok的二次发难 就有点功亏一篑了 这一波的搁浅算是越发耽误了Pico4在美国上市的最佳时间 目前离Quilus3的发布大概还有半年多 Pico4在欧洲上市的价格是420欧 相当于是449美元 假如就是保持这个价位争取在上半年上市 那就是比即将到来的Quilus3便宜个50美元左右 让这50美元可抵消不了XR2 Gen2的性能差距和更强的MR功能 而且在这个时间差我相信更多的目标用户 还是会选择等待Quilus3发布之后再做决定 所以定价就成了关键 如果Pico咬咬牙 让Pico4海外统一到399美元这个价位的话 倒是可以无拘于Quilus3的处理器和MR功能的升级 事实上Pico4除了这两点配备会落后以外 其他跟Quilus3基本保持一致 甚至无级电动IPD调节 以及更好的头戴舒适度 可能是Quilus3到手不见得会给到的 以399美元的定价 赢上499美元的Quilus3所形成的错位竞争 不见得会落于下分 严格来说Pico目前最重要的是 在北美市场建立起品牌胜量 而不是看什么利润 别忘了VITG可是带有游戏主机属性的 你的游戏内容已经落后于人 你有的游戏Quilus 99%全都有 你拿什么说服已经花了不少钱 买Quilus这游戏的用户转账你的硬件平台 重新花钱买同样的游戏呢 这样大家天天吐槽 VITG的游戏内容矩阵还不够好 但Meta至少用四年两代的机器 完成了最难的从零到一 到了Quilus3的时候 这些基础就会成为它潜在的护城河 护城河的意思就是 将来就算这款游戏不是独障 各个硬件平台都有 用户还是优先会选择Quilus进行购买 而这一点同样是用国内VITG的行业竞争 在新品硬件拉不开差距的时候 游戏购买账号 绑定硬件平台的机制会成为 用户购买时的关键决策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真是顾虑听证会的事 才故意搁置Quilus北美上市的话 之后还是要看自己的决策层 还有没有继续推进的信心 老实说无论是不是狼来来的故事 这种事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后面说不定还有第三次第四次 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真要弄你早点上市和往上市有什么区别吗 你这Quilus在北美硬件口碑本来就不差 因为道理也很简单 想想在最大的VR市场 主力VR用户用后用中的Quilus 已经快三年了 大家对Pancake早就垂涎三指 你作为唯一的PancakeVR一体机竞品 性价比又是足足的 不说销量爆炸吧 卖个名号混个眼熟总不是问题 所以往上市不如早上市 不想惹风波也可以低调上市 如果最后他们真要注意到你了 对你发颠了就代表你成功了 毕竟要是你这产品失败了 打不过Meta 他还管你干嘛呢 总而言之 犹豫就会败北 建议Pico早上早安心 价格要是低一点 说不定还能倒逼Quilus 3 来个低定价 对咱们VR用户来说 是百利无一害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Meta 在GDC游戏展会的一个重要动作 就是他们正式给自己 第三方合作游戏项目 命名为Oculus Population Oculus Population 是他们与第三方游戏开发商 和联合游戏出品商的合作 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 Oculus Studio 则是对应的平行项目 主要负责Meta自家的 第一方游戏开发和发行 现在MetaQuilus的商店上 有500多个游戏和运用 从2019年Quilus一代发售以来 Meta自身已经为 300多款游戏贡献了开发资金 而且现在还有150部游戏作品 在积极开发中 关于这一点 我其实之前 就已经在往期的视频 给大家报告过了 当时我的一个疑问就是 既然Meta你提供的资金 为什么不顺便在游戏里 数个名 出个logo 让大家知道 用得着这么低调吗 而现在他们终于给这个运行了 起码五年之久的 第三方游戏合作计划 起了个项目名 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因为受了PSVR2的刺激 在PSVR2首发上市的单天 Meta给一些媒体记者 专门发了篇通稿邮件 文章表示 PSVR2首发窗口的49个VR游戏中的42个 他们都已经在MetaQuest上 可直接玩到或者是即将推出 其中有许多是通过Meta制作 才得以开发实现 当时看客们都嘲笑说 Meta这篇文稿说明了 他们开始霜了 开始急了 这样的公关口吻实在是太野蛮了 如果当时已经有了Oculus Population这样的项目团队名称 他们完全可以官方的发片推特就说 欢迎PSVR2来到VR大家庭 也希望大家能够享受首发游戏里 那些来自Oculus Population计划的作品 我们会继续为第三方VR独立游戏开发者 尽到最大的支持 这样是不是就比那篇邮件里的内容来的挺面多了呢 所以说Meta这次的小改变 还是能起到不错的宣传出现作用的 只是可惜这次GDC游戏长会 他们没有宣布其他更重要的VR游戏内容 那么我们只能等待预估是下个月来的Meta 自己下游戏长会了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是要陪着VR成熟LoadingVR载户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互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 投币 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